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每一個不曾棄我的日子 都是對生命的辜負 當你不想贏的時候你就已經輸了 夢想還是要有的 萬一實現了呢 剛剛我說的 是把我們一口一口味大的雞湯 大家今天在聽會想到什麼呢 我想到了自己高中被叫了三年的一個外號 荔枝格 這種外號一般情況來講 我可能需要角色逆襲 或者追到火鍋女神 或者一夜暴褲 事實是這些我都沒做到 我真正做到的是在高中兩年時間裡 轉發了兩百多篇荔枝文章 除此以外 除此以外 我還一個人承包了全年級的立志標語 並且 發這樣的高考到期時立志說說 每天一個 從高一開始 我送走了一大批的青蛙別當 我挺喜歡當初的自己的 我也很佩服其實 我很佩服這些為立志而生的文字 每看一眼我就覺得他們能讓我充滿動力 給了我服務 直到現在 我不否認雞湯的這個魅力 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 隨著經歷事情的增多 人會問自己更多更多的問題 今天我想到了兩個 我也問一下大家 這種雞湯帶給我們的動力 它能持續多久 第二個問題 有了動力就能解決一切嗎 答案非常簡單 我們先來看個例子 大家玩不著這個時候好嗎 這是最近特別火的一款小遊戲 叫Getting over it 剛剛舉手的同學應該都清楚 通關有多難 據官方宣稱 中衛通關時間五個小時 平均通關時間趨向於無窮大 但失敗特別簡單 你只需要稍微的一個疏忽 就可以讓之前的努力全部清零 回到最初的級別 所以它的一個中國名字叫 《纏回家看看》 遊戲很虐心 但在我看來 這可能也是我們市面上 目前最真誠最善意的成功學 為什麼 一邊花式地蹂躏著你 調戲著你 但一邊也告訴著你 一個真實的道理 沒有絕對的成功學 現實就是現實 主播們的遭操作 就是主播們的遭操作 動力和目標解決不了一切 它的另外一個中文名字也叫 沒腿你玩個錘子 通過這個遊戲 我想我也總結出了一個道理 就是一直以來 我們對於雞湯 存在著最大的一個誤會 那些激昂人心的文字 給了你前進的動力 但 這並不意味著 夢想離你更近了一些 理想和現實之間的落差 還是這麼大 並不會因此縮小 很多事情 還是求而不得 求而不得 心理學講這個時候的人們 可能會進入一種精神狀態 叫焦慮 尤其是這一代的我們 這一代的我們 經歷了經濟悲漲 和之後的通貨膨脹 經歷了金融危機 是樓室危機 同時我們還面臨著 食品問題 交通問題 養老問題 自身的就業問題 婚姻問題 種種種種種 這些都史無前例 史無前例的焦慮 帶來了史無前例的壓力 我們看壓力帶來了什麼 淘寶最近發布一則 拯救脫髮趣味白癡書中顯示 購買直髮護髮用品的人群中 8年後和9年後 一共超過了70% 9年後馬上成為 脫髮護髮的主力軍 2017年亞馬遜 中國睡眠地圖顯示 超過8成的中國青年人 睡眠不足8個小時 當然在東大這更不可能了 過去的一年 我們的關鍵詞不斷在變 到了今年冬天 冬天來了 我們看看這些大學生 在討論什麼 他們變成了保文杯 枸杞 羽絨服 秋庫和霸王洗髮業 總結兩個字 養生 新的教育真實存在 新的壓力也非常巨大 但是原有的七湯 已經解決不了這些了 按照哲學規律 這個時候會產生一種新事物 新的替代方式 去替代原有的方式 來形成一種新的文派 不可否認的是 它是我們的三文化 一起回顧一下我們的三文化 它最初從這張 葛油葛代的葛油攤表情包開始 之後 這家花神沙 這條褲衩和這個沙發 火了一整個夏天 後來就有了 越來越多的表情包了 馬南波傑克 半生之後還是咸魚的咸魚 還有青蛙皮皮 以及我們現在大家都在看的 小豬佩奇 商家也藉此玩起了桑營銷 自從桑茶徹底的火了之後 彷彿全世界的酸奶和奶茶上 都印上了這些扎心的文字 後來三文化也桑到了歌裡 就像感覺身體被掏空 單身懂事歌 以及被我們涼掉的涼涼 再後來 桑著桑著 我們自己也桑出了一些段子 就像 如果你喜歡一個女孩 就應該刻苦學習 努力工作 這樣可以在她婚禮上 多歲了才藝錢 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 還有你寶貝裡的枸杞 上帝在魏谷關上一扇門的時候 還會燒著夾一下你的腦袋 從前車馬很慢 郵件很慢 一輩子只夠愛一個人 但是可以納很多錢呀 夢想還是要有的 萬一下被人的石下來了呢 所以說剛剛講這些段子的我們 是真的髒了 廢了 沒救了 沒希望 沒法建設中國夢了嗎 有些人可能是當真了 我們看這樣一篇文章 人民網推出了一篇文章叫 家的精神鴉片的桑茶喝不得 其中有一段話我念給大家 說這種精神鴉片 在一時麻痹年輕人的同時 還一步一步誘導他們 偏離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軌道 於運劍頹座中空耗罪人 沉門陌落 極少數則選擇 以極端的采裂的方式 終結了髒的無限痛楚 真可怕 我不敢苟頭 相信但多各位也是這樣 可是在他們的眼裡 他們可能覺得 垮掉的一代終於來了 85後沒有垮掉 90後也沒有垮掉 95後你們可終於垮掉了 他們說你們看這些人 他們自己都承認了 他們說了自己是鹹魚 自己是死肥宅 我標竅都不用貼了 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看一則調查 根據英國BBC 這一代全球公民知識調查中顯示 中國青年對於未來是最為樂觀的 因為有93%的中國受訪者表示 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 而一些發達國家的處置 都並沒有這個好 其實我們不需要這個調查 我們自己想一下 我們自己想一想 那些買著桑茶 抬著小學上 自衝死肥宅的人 和那些怕猝死怕脫髮 還天天熬夜天天加班的人 是同一群人 那些喊著北上廣套路深 我要回農村的人 和留在北上廣默默打拼 過節放假回不了家的人 也是同一群人 其實我想說 誰不是轉發了這樣的說說說 福建大三門考試中救護車七進七出 自己考過了就算老是有 這樣的說說之後 繼續複習自己的假書呢 其實我想說 誰不是普藏完了 連背也都可能活不下去的桃園食堂 又繼續堅強地生活在九龍谷生活區呢 其實就像我們小時候 作為一個孩子 當我們拿不到自己喜歡的玩具 甚至到自己喜歡的零食的時候 你們可能會哭 為什麼會哭 因為你知道 其實你哭了這些事情 你仍然無法完成 但至少你向這個世界證明不了 你還是一個熊孩子 三文化 歸根結底 它印證的並不是我們這一群大群人 對世界絕望的 反而 是這樣一群對世界還沒有絕望的人 他們進行了一種溫柔的 撒嬌式的反抗 同時 在這群人身上 我們還看到了他們的另外一種做法 和解 和自己和解 最近流行了這樣一段扎心的祝福 說 希望你過得比我好 希望你過得像你的朋友圈裡一樣好 朋友圈裡有我們劈過的照片 加過了濾鏡的美食 有我們只想向外界展示的一面 但是 我想說 平凡如你我 很多事情我們終歸是沒法實現 每個人都有兩天 有朋友圈裡光鮮亮麗的一面 但也有被我們壓抑掉的 弱小的 自卑的一面 這一面並不會因為我們的壓抑而消失 三文化中我們看到了這樣一群人 我們看到了這樣一群願意自嘲的人 這群人選擇了自我和外界的統一 選擇了和自己和解 選擇了不在此刻 不在此刻 當然有人可能跟我說啊 說你不此刻了 你不堅持曾經的夢想呢 你不願意堅持下去了 你真可悲 你放棄了 可悲嗎 我不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先看另一個事情 大家都知道這個事情嗎 最近在剛學的東面 書寫了這樣兩面牆 一面牆上寫著 有些事情 我們可能再也無法完成了 另一面牆上寫著 有些事情 畢業前我一定要完成 兩面牆上都寫了很多 很扎心的話 我分別挑幾句 讀給大家聽一下 在有些事情 畢業前我可能再也無法完成上 寫了這樣一些 比如說 嫁給陸寒 比如說 過了四十零年的初賽 比如說 在九龍湖校區的游泳池 游一次游 比如賺一百億 比如長高 在另一面牆上 還寫了這樣一些話 說有些事情 畢業前我還是一定要完成的 像 我希望能在晚會上表演一次相聲 我希望自己能跑一次半馬 我希望自己能把球修過了 我希望自己能獻一次血 我希望出自己的一份影集 我希望去見一次吳亦凡 看了這兩面牆 我想 這才是三文化中最真實的我們 一面 我們放棄了曾經的雞湯和幻想 選擇了腳踏實地 但另一面 我們仍然選擇了 我們仍然堅持了 最初的小確性 最初的承動 我們越來越能接受現實了 這樣並不意味著 我們越來越現實 最後這兩面牆上 我也寫下了自己的兩段話 第一段話是我前不久 剛剛接受了的一個現實 我寫的是 我可能 註定不能 像想象中那樣 在大學成功創業了 我剛剛接受了這個現實 但另一面牆上 我也寫的 畢業前我一定要做的 我希望找到適合自己的路 在這條路上 有我的小確性 有我的愛好 有我的朋友 最好他也在 謝謝 謝謝